好,我们现在 到来去思考一下 而且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下 您会做分析吗 函数 等一下我们遇到的时候 再继续教 因为 从头到尾 教到中午吃饭 通通教函数也不太好 我们以下最重要的重点 还是应该落在分析 分析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看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去思考分析 我拿到资料 大家都有资料 举例来说 秘书处 秘书处会拿到资料 民政局也会拿到资料 反正你手头上都会有很多的资料 好 你拿到资料之后 你会不会想要去做分析 当然会啊 好 例如说 你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怎么做分析 我们来上这个 以资料的课程 最重要的重点 你应该是为了 学会分析吧 好 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怎么分析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 可不可大概了解我们的资料内容了 可是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件事情 应该是继续做分析了 所以我们有数量单价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什么 总价 还有 总价是数字 预估获利 数字 再过来还有年 月 成本 这全部都是数字 好 那我想 请你们稍微思考一下 这边我们排序一下 有看到 通常我们要分析的资料 我们分成两类 两类 例如说好了 业绩跟总价 可以去看到什么事 谁销售业绩最好 对不对 OK 所以通常最直观的思考就是 我就搭一个文字属性的栏位名称 跟一个数字属性的栏位名称就好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这是我们应该要先具备的第一个观念 所以我才会请你们 先例如说把文字跟数字分开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资料呢 应该是要去思考什么 老板最想要看的嘛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是 我是业务 业务 好 那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业务的统计 给我的业务主管看 所以他关心的是业务人员的表现 那如果说今天呢 业务人员表现 表现就是总价了嘛 好 那如果说今天 我的主管是制造部门 制造部门他关心的是什么 生产的数量还是销售的总价 应该是生产数量 所以每一个不同 每一个老板他所关心的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个老板 你觉得就是付给你薪水的 付给你薪水 你以后就去想说 明知所欲 对不对 那个公务人员应该是这样思考 但是我现在说所说的老板是什么 是真正付给你钱的 好 那你觉得老板最在乎的是什么 赚多少钱嘛 所以他只关心哪一个产品 然后销售的总金额是多少 可以了解吗 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你不要像我学资工的时候 我们一个暴力破解 很简单 老师你就任一个文字 搭一个数字的栏位 来去做统系分析 好 你知道这样排列组合有多少种吗 这边是不是C几 C5取1 乘 C8取1 同意吧 假设你已经忘记排列组合就算了 反正意思就是很多种组合 而且你还有可能会想要知道 哪一个业务 在哪一个客户的销售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两个文字搭一个数字 或者是哪一段期间 哪一个业务销售情形 那也是两个文字搭一个数字 那是不是就C5取2乘C8取1 理解我在说什么 你全部都算完了 说老板 我没有功劳有苦劳 可是你浪费了老板很多很多时间去看这些报表 让他没办法做出好的决策 理解 所以到底谁错 所以我们在做分析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思考 我到底该分析什么给老板看 老板到底想看什么 你绝对知道了 你就这样想 如果今天我是老板 我想要看什么 例如说你们可能 民政局一定在想 民众到底在想什么 我就做那些东西给他看 关心的是福利 我记得好像是民政局 反正都是跟人民的福利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在意的 可能就是福利的发放之类的 那你就朝这方面的资料赶快开放吧 这样可以了解 我觉得您只要有这样子的思考逻辑 后面讲的都会很顺 所以等一下 我们当然是要从产品的总销售开始讨论起 好可以吗 所以这一段 请你们自己思考 自己去完成 然后稍后我们再跟各位直接调讲 这个资料表的分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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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